五壁拳之子伍彭志 33歲的前紐西蘭冠軍練馬師黎超聲 以及兼習騎士鍾翼麗 三股新力量成為今季焦點 大家都期待9月開羅後 他們會帶來一番新景象 伍彭志雖然沒有在開羅日打開勝門 但首次派馬出戰快木谷就取得頭馬 領才出戰4班1000位賽事 在霍雲星執姜下領方而回 偷出仍是這隻靈才外面追上來有胡椒棍槽 裡面想見你接近中鑽 開不開到債是靈才在中間 似乎五彭志馬房開債 可惜期後整個9月 五彭志都未有頭馬進將 合共取得一貫七亞七季的成績 不過馬房這個月的賞明率 其實達到48%水準穩定 而踏入10月五夠立即增添勝仗 以鑽瘡馬齊天大勝 贏得一場三班賽 而騎師又是霍雲星 兩人合作11次 取得兩冠一雅三季 這句組合值得留意一下 26歲的建築騎師鍾易麗 今季正式出道 跟隨高東尼學藝 但開齋頭馬並不是幫師傅贏得 而是拆騎合衝共濟為賀言奪冠 最後一百合衝共濟 紅海復星閃耀光芒為你鍾情 鍾易麗放在前面 合衝共濟開採 恭喜鍾易麗 終於打開勝利之門 無毒有偶 鍾易麗九月取得的兩場頭馬 都是來自來地賽事 不過達到10月 這位10磅仔 證明自己草地都可以 最後五十米到金像飛凡 在外面還是佔仙 接近終點 一放到底的馬是金像飛凡 五月到港的黎超聲 到九月尾 終於派馬出戰 10月5日的菊草夜賽 三匹出賽馬 亞洲騰王 呼全大師 和淺草飛 都在九月試過兩次閘 是否已經訓練充沛 可以為練者打開在港聖門呢 就要留意當晚賽事了 今季首場吸制賽 慶典杯 成為了加州星球的表演賽 他在潘頓跨下 以輕鬆姿態 摘下這場三級賽 看到潘頓好像手動動一點 已經擠來後面的對手 過幾十米 健康愉快就騎到了 滾向第二 接近終點 加州星球擺在前面 好像走過一樣贏這場賽事 高東尼在賽後表示 下一個目標 是10月舉行的沙田錦標 不過這場賽事 他將會面臨更大的挑戰 中間紅衣電信飛車 外面紅衣的匹 上來發財先鋒 中間機械武線 美麗同享打開了衝擊上來 接近終點了 排面找高八斗 外面發財先鋒 最出的那隻 橫步是這隻美麗同享的標 潘頓都透露 美麗同享也會出戰這場二級賽 加上加州星球 好馬大鬥犯 大家記得 不要錯過10月16日舉行的沙田錦標